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宗翰 然后我现在是在台中的某一间制造业的公司里面当数据工程师 那就是去年就是,是去年吗?还是今年?应该是去年 对,然后看到就是台中AITEC这个社群这样 然后就来加入这边,然后开始做一些,帮忙做一些工作要导读这样 然后,我今天的导读是MaskarCNN 那为什么是选这一篇呢?因为我去年在选的,在今年年初在选的时候发现每一篇都被人家读完 没什么还要选的,只要Resnate跟这一篇,对 所以就没得选,我导读的两篇就是Resnate跟这一篇 然后导读的时候都没有用过,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上一篇导读完就有用了,所以希望这篇也有机会 那我们现在开始导读 那首先就是说MaskarCNN是 它是在Deep Learning这边,它主要是用在影像处理方面 那影像处理上面我们有几个主要的领域 应该说主要的方向 第一个是Semantic Segmentation Semantic就是语意的意思 所以Semantic Segmentation是我希望说 原本这张图片是有猫 但是我希望我在图片上面区分出不同的区域 但是这个区分是有余意上的意义的 例如说你就可以看到说 以最左边这张图来讲 然后对照右边张图来看,蓝色的部分是天空 然后这个应该是紫色吧 紫色的部分是山坡 绿色的部分是草地 黄色的部分是一只猫 我不用麦克风 应该大家都还听得到嘛 对不对 好,那就不用麦克风了 然后所以这个就是Semantic Segmentation 我希望我做的事情是 在图片上 by pixel level的把 语意上不同的部分把它区分开来 那大家比较常见的其实是第二个这一种 就是classification 就是像大家听到的 他们可能没有 就大家比较常听到什么 AlexNet VGG GoogleNet 然后跟那个 ResNet 这些都是在做classification 但他们 就是 就是 他们算是引领 Deep Learning 在 影像处理这块的一些限区 就是我们先能对影像做的分类 然后后面的其他应用才会出来 那今天其实主要要介绍的部分 我会从RCNN一路讲到MaskRCNN 那这边呢 这边主要它负责的部分是后面这两个 就是物件侦测跟Instance Segmentation 这个物件侦测就是说 比方说 我希望一个神经网络可以认出一些动物 比方说狗啊 猫啊 那以第三张这张图片来讲 里面有一只 两只狗跟一只猫 那 我希望我的神经网络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 它可以告诉我说 它可以圈出三个不同的位置 然后再告诉我这三个位置 分别是什么东西 这是Object Detection 就是说物件侦测 我希望能够在图片里面 侦测出一个多个物件 那第四个是Instance Segmentation 这Instance要怎么翻译呢 好像也是物件的样子 好 不然我就翻译成实例 不要这样翻好了 实体吗 那Segmentation要怎么翻 好啦 好 实体分割 好 就用实体分割 实体分割是 它意义跟第一个有点像 就是Segmentation就是 它在ByPixel Level 把不同的区域分割开来 那1跟4之间的差异是 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 语意上的分割 是说 我希望把语意上相同的 就是人认知到 语意上相同的部分 把它分割出来 就像我刚刚讲的这样子 有猫啊 草坪啊 对不起 猫啊 草坪啊 天空啊之类的 那实力 好 物件分割 就是我这个图片里面 它有 我训练神经网络 它所认知得到的物件 然后我希望这些物件 也能够ByPixel Level 的把它分割出来 比方说 我刚刚这左边这张图片有 两只狗跟一只猫 那就可以在第一只狗的位置 把这些Pixel 都涂成红色的 然后第二只狗的位置 把这些Pixel 都涂成一个颜色 第三只狗的位置 把这些Pixel都涂成某个颜色 然后每一个 这每一个分类 它同时又可以告诉我 它其实分到哪一类 这就是 物件分割的作用 那 今天会Cover到 前面几篇 RCNN的Paper 都是在做物件侦测 那一直到Mask RCNN 它改了前面RCNN的某些 加上了一些东西之后 就具备了这个 物件分割的能力 所以我从RCNN一路讲下来 其实只是要大家分清楚 语意分割跟物件分割是不一样的 语意分割是比方说 这图片里面有两只毛 其实两只毛都被涂成黄色 语意分割的话是 物件分割是一个物件 就是一个 那主要的Paper 应该是有下面这四篇 其实它有一些 其实我觉得PowerPoint拿的 还不够完整 我Paper也读了还不够完整 因为每一个Paper 它的idea 也会再involve一些其他的Paper 但是我想讲的是 主要影响到Mask 从 在MaskRCNN 一路下来到MaskRCNN 它主要架构 主要的架构 就要一路承袭下来 从 第一篇是 这个 我名字不会念 这是第一个提出 RCNN这个架构的人 然后 它利用 它提出一个架构 然后可以做到物件侦测 只是它非常的慢 侦测一张图片可能要47秒 然后第二个是FastRCNN FastRCNN FastRCNN是它改了第一个架构 它共用了某些部分 所以它的速度就变得更快 那FastRCNN再根据FastRCNN去做修正 所以MaskRCNN 首先的话 这篇Paper 它是在2014年发表的 它的做法 其实分三段 第一段是 我给它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 它会有一开始 它会经过一个 Selective Search的演算法 它会先在图片上 匡出大约2000个左右 可能有东西的地方 然后这2000 但这是图例 所以只有三个 只有三个区域 然后是它 匡出了2000个区域 每个区域都去经过 一个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每个区域都把它 经过一个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然后经过之后 拿到的Feature Vector 再拿去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做Bounding Box Regression 跟一个是 跟一个是做SVM 就是它利用 它把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最后Fully Connected Layer 出来的Feature Vector 再拿进去 另外去训练一个SVM的Classifier 来分类说 我这一格里面 它到底是真正到什么 什么类别的东西 然后信心度有多少 那Bounding Box就是用来调 这一格的区域的位置 调大小跟区域 就是它会有个 这个Bounding Box Regression 会去调整四个值 就是这个Box的 XY偏移量跟 XY的Scaling 调整偏移量跟大小 然后最后决定出 这个Box里面的东西 决定这个Box的位置 那这样的一开始 它一开始 一开始这篇论文 它用了这个做法 来做Object Detection 那这样做Object Detection 就会有一些缺点 这边就是另外一张图 来告诉你说 它其实是怎么做 RCN怎么做Object Detection 就是有Input Image 然后我经过Selective Search 找了一些可能的区域之后 因为后面 这边的话先做一步 叫做Warp Regime 就是因为 我后面还要把它送进一个CNN 但CNN最后有一个Fully Connected Layer 然后这边会卡住那个Size 因为最后送进Fully Connected Layer 的Input 是要固定Size的 所以就算你的Convolution Kernel 是一个 因为你Convolution Kernel 是可能335乘5 然后不管Input Picture 多大 其实都是Convolution 都是这样做过去 但是你遇到 最后的FC Layer 的时候 它的Size就会被卡住 所以它整个Network 一送进来这边 就要先把 我选定区域里面 卡出来这张图片 resize 成一个固定的大小 再送进Neural Network 然后Fully Connected Layer 出来的部分 再送进去做Classify 还有做Bunding Box Regulation 那你会想像说 它中间其实至少牵涉 三个演算法 第一个是你要先 有一个演算法 去选出可能的区域 第二个你要再跑一次 你要Track Neural Network 然后Inference 你要跑一个Neural Network 然后第三段的时候 你还要跑一个SVM 做Classify 如果假设 你Neural Network 可以用的是VGG 16 的话 这个47秒 我记得是从李飞飞的课程上 拿到的数字 就是它去做Object Detection 做一张图片要做47秒 非常非常慢的 就是几乎不可能做Real Time 因为你Real Time 你影片一直播放 你一秒钟可能就30个Frame 60个Frame 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个缺点是它的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跟SVM是分开Train 这意味着说如果我改了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的部分 我从Train的CNN 那它出来的Feature Vector 可能会不一样 我SVM要重新处理 因为它吃到不一样的Feature Vector 然后再来是 第三点 刚刚已经讲 在这边卡住Size 然后第四个是 因为你的图片要做缩放 那原本我的区域如果很大 就变得很小 我可能就失去一些Detail 记得是分开选拟 这部分没有细看 因为我最终是要跟后面RCNN 所以Best跟RCNN 所以我这边就先知道它的架构 OK 我问你问到的重点 因为后面就用 后面的网络 这一代之后的网络 就用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把SVM吃掉了 对 不好意思 那个RCNN 有绝对不过错的 它是什么 噢 好问题 这就先知道另外一篇Paper 它有一个叫做Selective Search的演算法 因为我没有细读那个演算法 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这边讲得很清楚 对 但是它有一个 它有点像是 它有一种 它演算法 因为这上我看它的图 就是它会做 先做原图做Sematic Segmentation 但是可能是 但是一开始做的时候 它可能给它预设值先下去做 然后它做的时候 区域都很小很小块 然后那个演算法的过程中 会再不断把它合并出来 所以它最后会有个方法去决定说 这边有没有 这边可能有可能 这边有可能 这边有可能 这样子 它就是另外一个演算法 叫做Selective Search 这是一篇Paper 如果你们去找这篇Paper的时候 它会一定会refer到这个东西 那这边先插单讲一个东西 就是我刚刚有讲到说 这里 因为ConvolutionLayer到Fully Connected Layer 这边 它的 应该说我Fully Connected Layer 如果我训练的网络想要重复使用 那我Fully Connected Layer这边 因为它会吃固定的 固定大小 Input进来 所以 如果 你前面 你前面的Picture Size一变了 那你 你虽然经过前面都是 前面就算你保留一模一样的ConvolutionLayer 但到进到那个Fully Connected Layer之前 你的Size会变 所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在另外一篇论文叫SppNet里面 来提出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件事情 就是说呢 我 Input Image进来 我经过了一堆ConvolutionLayer 所以拿到Convolution之后的Feature Map 然后我希望把这个东西取成一个固定长度的特征 那取法就是 比方说我这边 我不管我这个最后的Feature Map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过这里的时候 假设说我现在想要把它 以这个Feature Map一整张的 取一个值 然后分四个等份 取出四个值 再分十六个等份 取出十六个值 然后把它最后结成一个一维长度的整列 这样子做 那 这个部分 它就 这个SppLayer的部分 比方说我 假设这是一张Feature Map 取一个值 你可以选择说Average Pooling 或者是Max Pooling 之类的方法 就是就这上面 这Feature Map上面 众多的 Pixel 把它取成一个值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比方说 我就把它分四等份 四等份里面 假设我取Max Pooling 就是四等份里面最大的部分 取出一个值 然后这四等份最大的部分 取出一个值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大部分 那不管我前面 如果我中间 在Fully Connected Layer 跟Convolutional Layer 中间塞一个Spp的话 那不管我进来的Convolutional 我Convolutional 出来的Feature Map 是什么样的Size 因为我都是用固定大小 去对它做 类似一种 Dun Sample的感觉 所以 Dun Sample的概念 所以 我无论如何都一定可以取出 就是固定长度Size 比方说以这个Case来讲 不管前面这张Feature Map 是什么Size 我一定会取出一个 16加4加1长度的整列 长度的Vector 然后 所以我后面的Fully Connected Layer 假设我在接Fully Connected Layer 那就可以看到一个固定长度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自己插单讲呢 因为接下来的第二个 rcnn的结构 Fastrcnn 他就拿了 拿了刚刚的那个 idea 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 Fastrcnn 跟前面的 跟前面的那个 rcnn的差别就是 它第一个改善就是 它共用了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的部分 因为原本是 比方说我两千个proposal 我两千个proposal 我两千个proposal 都要各过一次convolutional convolutional confnet的部分 那现在 在Fastrcnn里面 它是把整个input的image 一口气过confnet 然后就得到一张feature map 然后我拿到一张feature map 之后 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后面还是有个Fully Connected Layer 我拿到feature map之后 原本 可是feature map代表是整张图 但是它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它还是会去跑 那个regionproposal的部分 那跑regionproposal的部分 你就会有 抱歉 regionproposal 给你的 那个 regionproposal 所给你的region 区域 那Inference 过了一次这个之后 它根据那个 regionproposal 给你的区域 去 针对这边 去做一次 ROI pooling 这个ROI pooling 就是说 我 它其实就是抄前面 有点 也不是抄 就是有点拿了前面 SvpNet的那个 SvpLayer的概念 我这边 会有 会把 比方说 假设这张图的 这个box的部分 假设这个feature map 可能是 我假设它是 FullHD的好了 然后假设它 在 假设它 到最后拿到 某一张feature map 但是我这边 这块区域 我最后要送进 Fully Connected Layer 它可能必须是一个固定长度的向量 那这固定长度的向量 我可能用 比方说四格 或八格之类的 然后 但这四格要怎么取呢 就是我底下其实是一张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出来给我的 feature map 然后我就直接针对这个area 就像刚刚取那个 取那个 取那个 保险 取那个 保险 跟刚刚spp那边一样 就是去取这个 直接把它用max pooling 或者是average pooling的方法 把它取成固定长度 所以我可以针对每一个region proposal 都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所以 我的region proposal 我最后算出来的一堆region proposal 就可以在 每一个都可以在 这样就可以共用 抱歉 这样就可以共用我 Fully connected layer 出来的东西 然后又不需要resize图片 然后又可以 经过我的Fully connected layer 去帮我做 然后 出来的feature vector 再去做 分类 跟 那个 那个 做bounding box regression 这样的事情 那是没有问题吗 走 我觉得啦 他是借了那个idea 因为 比方说 因为 因为spp 他在这边他做的事情是 我希望 我这边可能假设 会不会输入一个任意size的feature map 因为我过convolutional 之后会有 最后会有个feature map出来 可是convolutional kernel是一样的 下面进来的input image 假设我希望保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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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ural network 存起来的结果继续用的话 那 我假设我进来的input image size不一样 那就像我convolutional kernel是一样 那你出来到feature map 因为你前面input image size不一样 convolution kernel size是一样 stride也是一样 那你出来的 feature map size一定会不一样 对 然后 他这边就是提出这样一个方法 我希望说 不论我输入什么样size的input image 都可以用 但是你上面如果 你原本的convolutional feature map 如果最后会直接 喂给一个 Fully connected layer 你这边就会有个长度问题 对 但是他就用了 刚刚我讲的方法 把它整成一个固定长度 那 我觉得ROI pooling 这件事情 就是用了 他刚刚的这个idea 比方说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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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Fully connected layer 吃了一个16 就是 假设 它是一个 16个element的1D vector 那我是不是就直接把下面的这个区域 用刚刚SPV内的 类似SPV内的那个做法 就直接盖一个4乘4的东西在上面 然后4乘4的这一格的底下 其中一格的底下 可能还是对应到三四格或几个pixel 没关系 假设是max pooling 假设我这边要做的是max pooling ROI pooling 假设我这边要做的是max pooling 我这个东西 要取一个最大值 这个也要取一个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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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终还是会 整成一个 Fully connected layer 需要的一个大小 我的理解是这样 OK吗 我的理解它应该是用同样的方法 就是跟刚刚一样的做法 就是它这边主要 因为Fast RCNN 跟RCNN主要改善的地方就是 你原本是每个区域算是convolution 现在是而且还要放大缩小图片 这两件事情 还有一个是svm classifier这件事情 在这边被解决掉 它最后的Fully connected layer 出来就直接在 就是照一般网路面 后面就直接接个classifier 去train它 就没有svm了 所以这边是linear加softmax 我的理解是这样 不知道有没有错 应该是没有错 它主要是 它主要改变的就是 共用了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然后塞了一个RI pooling 让Fully connected layer 可以接到前面各个RI出来的 就是推荐区域出来的一个 这是一个特征项量这样子 然后根据这个Fully connected layer 出来的特征项量 再去做box regression 跟box regression 跟那个classifier 哦box regression的用意太棒了 我刚好网页没有关了 我看看有没有关掉 看下肩章一直在看这东西 希望没有关掉它 希望我没有关掉它 希望我没有关掉它 有就是这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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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 因为我train的时候 一定会给它一个 给它一个 我train的时候 会给它一个 标准答案 但标准答案 跟你neural network 串出来 你的region proposal 给你的box 可能距离有一个落差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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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这边cover不到80% 有一个人 但是 人其实应该在这个位置 你的 你的selective search 给你的box 可能没有那么精确的 给到你的位置 所以你要调一下 所以那个部分 那个funding box regression 它会调四个字 就是 它train的时候 会调四个字 就是 好 这点太复杂了 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在train的时候 你就会给它一个标准框 可是你的内容 整个算出来 一定会有一个候选框 预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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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选框 就是你的region proposal 给你的框 预测框 就是你经过boundingbox regression 过后你的预测结果 然后绿色是你的标准答案 所以红色跟蓝色之间 就是你的region proposal 给你的后选框 跟预测框之间 你还要做 平移 然后scaling 对吧 所以 刚刚我讲的 就是它会做两件事情 就是它那个部分还会再去train 就是它要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 一个是做 这个部分 算说平移要平移多少 另外一个是尺度缩放 然后尺度缩放多少 才会 尽量去接近我原来的标准答案 是它对object 会有 外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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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到最后 奥布的时候 我也要奥布 是 它的 它会再来 它的位置 算它 你的output是指什么 我inference的时候是output的 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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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什麼答案,所以你還要再移一下,那個是後面BoundingBox Regression在做的事情,就是讓你的Box接近物體真正的位置 沒錯,好,那這裡是FastRCNN,然後接下來是FastRCNN,FastRCNN它就是根據FastRCNN再去做了一個改變,就是說因為我剛剛其實已經一開始共用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這件事情都做完了,然後做了之前的FastRCNN還做了RI Pull-in,然後 然後做RI Pull-in之後,反正會再經過Fully Connected Layer,再出去是Classification跟BoundingBox Regression,但是還有一件事情沒有改到,就是Region Proposal,你還是以來另外一個演算法給你Region Proposal 所以它現在的結果就是,它現在這個FastRCNN的做法就是它再插另外一個Neural Network出來,一起trand,然後這個Neural Network會給你BoundingBox的位置 我記得它應該是,我記得這BoundingBox的位置,我沒有計算它是可以設定的,它就是一個很長的項量,可能就是一個,比方說每一個Box就是你需要一個,例如說左上角的坐標點位置跟它的長寬嘛,類似像這樣子,看你設定,你選的時候順利給它幾組,它就會幾組這樣的Box 才會出來 所以就是說它把,你們用Selective Search做BoundingBox Regression的這件事情,也納到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裡面去,就是FastRCNN跟FastRCNN的差別,所以你不會再移到另外一個演算法給丟給你兩千個Proposal,而是直接,自己直接In-Bade的一個,一段,叫做Region Proposal Network的東西在裡面, 它直接把Box的位置輸出來給你,可以下一層用,這個理解是這樣子 好,這應該OK,這邊只是在多了一個Network在裡面 好,以上的幾個Network,算的速度就是大概是這樣子的,就是49,欸,這我剛剛貼錯了,好,沒關係 就是RCNN,RCNN inference一張圖片大概要四幾秒,然後是SPP內的速度,這FastRCN的速度到FastRCN的速度 是0.2秒,所以0.2秒的話,基本上是200ms,這樣圖片 這個已經是,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FastRCN的速度應該幾乎是最快 因為Mask的RCN還要做Mask的Prediction,所以會 它基本上時間是接近0.2秒,如果你採用對的Backbone,它的速度是接近0.2秒 對,0.2秒,沒錯 但是以上這邊我剛剛講的所有的Network,它都只會給你這個Box Classify的結果,跟Box的位置,大小,它不會做到Pixel Label 所以以上這邊所有東西給你的都是Object Detection,而不是 而不是我剛剛最後想講的Instance Segmentation 那Mask的RCN的時候,它做了幾個調整 第一個是剛剛的ROI Pooling變成了ROI Online 然後它後面的Convolution,它後面還會選 然後它後面選出來的這個,就是 Region of Interest 出來的這個項量,它出來的結果 後面還會再往後面走幾個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例如說它可能出來的結果會去直接接個Classifier 跟Bounding Box Regressor去算那個Bounding Box的位置 然後,但是同時這個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也會去再往後再接一段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去Predict你那個Mask Mask就是,Mask就是,你要把一個區域的Bipixel 那時候塗成什麼顏色的那個遮罩 然後在Mask的RCN裡面,它最後Predict的是一個 是一個Binary的 Binary的 我想像是一個Binary Mask 就是,可能設定一個Threshold這樣子 那Mask的RCN的部分的話,它結構看起來主要就是像這樣 前面跟之前是一樣的,我將圖片進來 然後過CNN,然後取到Feature Map 再經過Region Proposal進來的 你的Region Proposal可能是另外一個 不是,就是FestarCN的那個Region Proposal Network 然後去把你的Feature Map上面的Region選擇出來 然後選出來之後,這邊就沒有RI Pulling 然後用一個叫RI Align的東西 它是為了增加準確度才這樣做的 然後整成一張Feature Map Fixed Size Feature Map 而這Fixed Size Feature Map 這往後做Mask跟Binary Box 如果選號Classifier 可以想像原來沒有這個東西 前面的Network 它都沒有Mask Branch這個東西 它就多了這個東西在這邊 然後後面這邊是原本就有的 所以它主要的改善是第一個 它放了RI Align這個東西進來 來改善準確度 然後第二個是它多了一個Mask Branch exemplin 剛剛講的那個是Pooling的做法 對,它也是四個取出來變成一個 但是,好,我下面有图,让我讲一下,好像不小心把那页删掉了,等一下,转掉了,转掉了就直接开网页,不好意思,不小心把某页删掉了,没有两张图非常清楚的在跟你解释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不是这一个,开错了,这一个。 这张图就在跟你解释说,RI-align跟RI-pooling是怎样的,原本的pooling是,因为我的region-of-roi是region-proposal-network给我的,那这个region-proposal-network它给我的位置是可能是根据原图的位置,对,那跟我的feature-map是不一定叠得起来,feature-map假设,比方说40x40好了, 那原本可能是800x800,那你在800x800上面画一格,那个边界不一定就刚好跟你40x40的对起来,对吧,没错,那这件事情在RI-pooling的时候,它会取整数,所以你的box会找它最接近的,你那个box的四个角落,会找一个最接近的feature-map上的方框,直接逼上去。 然后它就不管准确度了,就直接fee一个,就是它就直接,我region-proposal给它一个方框的位置,它跟我convolutional-network出来,对不起,没关系,就稍微把它巧一下,就刚好卡进去,好,就这样,然后划分个几格,然后就开始去pooling。 那,这个东西会影响准确度,所以,所以,在Mascar-CNN里面,它的做法就是,它用内插的方式,它先内插值再去pooling,那内插值再去pooling,它这边是这样做的,就是, 假设这个是,下面是我的feature-map,然后,我上面是我的region-proposal,然后跟region-proposal框,然后我想切成这么多个的,1,2,3,4,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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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假设我想这样做,把它切成7乘7的,假设我的roi出来要给我一个7乘7的feature-map,假设是这样,那,这7乘7的feature-map的, region-proposal框수和下面feature-map 叠不起好,没关系,我在这7乘7的方框里面,分四个点的位置,四个点的位置,会找它最接近的原来的feature-map上面的四个点位的值,好,没关系。 就是线性内差 x 方向和 y 方向都做线性内差的方式 取出这个点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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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你要做平均还是 max 之类的东西 再当做是这个的值 就是这样 就是我对不起 好 没关系 对不起我就 针对 我想要处理的坐标点 在找他原来在 feature map 上 四个跟他最接近的坐标点 做双线性内差 把它拉上去 它后面的实验结果会秀 这个东西会改善精神度 其他一个改善就是 RI align 这部分做的 他跟RI pooling的差别 就是他不是硬卡进去 再取最大值这样做 他会先去做内差 再取最大值 或者是做 average pool 反正你的pooling会做的事情 你说这4块4个蓝点吗 刚刚这个图 这图 哦 4块各自会出一个 各自会出一个 对啊 各自出一个 没错 各自出一个 还有问题吗 对 你下面convolutional network 出来的 呃 feature map 做内差 哦 就是 来 我把它画了 不要画好了 画起来不好看 对 就是 好好画一下 刚刚说我原本的 feature map 是长这么细好了 然后我画这么细哦 虽然这么细了 可是呢 我的RI给我的区域 现在长在 这个轨的地方 我想要长这样子 对吧 画的不是很漂亮 sorry 边界的边界没有叠起来 上面这个橘色是 feature map 上面这个绿色是我 region proposal 原图 给我region proposal 对应上来的 大概的位置在这里 那保险边界就是没对起来 那Faster啊 CNN之前的 region proposal 到 它取RI pooling的时候 这个绿框的四个角落 会被移到最接近的 这个 就是有没有 feature map 上的位置上面去 所以比方说 可能被 这可能被卡到这一个来 就可能或者是 往下卡到一个地方去 所以刚好跟 边界会刚好跟你的 feature map 对在一起 然后 比方说我这个里面 对到几格 然后我再拿 里面最大的指数 这个里面对到几格 我再拿最大的指数 假设是max pooling的话 那这边它的做法就是 我 我对不起 好就对不起 没关系 是 所以 在这一格里面 应该取了四个 假设我去超过四个点 然后这么一个点 在原来 feature map 上都可以 有四个跟它最接近的指 假设是 一二三四 然后就做一个 如果有距离 所以就双线线内插到这个地方 内插过 空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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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 它就有四个指 它就看下去 max as average 之类的 这个指 最终你的map 假设 这边 Roy出来要是一个 三乘三的map 假设 那这样还出来 是三乘三 但是它里面的指 pulling之前是经过内插过的 这是我的理解 对 然后 再来是 OK 然后再来它的 这是 这是paper上的图 就是它的 它的backbone呢 其实有两种 我先让我喝一下咖啡 那backbone有两种 上面会有测试的数据 就是 它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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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个是 左边这个是 纯粹用 FastrCNN 左边这个是 纯粹 FastrCNN 然后 它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的部分 就直接接resonate 就直接接resonate 它只是在 某个地方 就把它拉出来 resonate 某个convolutional layer 就把它拉出来 做max prediction 另外一个方法是 前面接的不是resonate 它接了一个叫做 FPM的东西 feature pyramid network 然后 它也可以 那个东西也可以是套用 它也可以再套用一些 其他基本的网路 当做backbone 可能resonate之内 所以它有一个组合是 纯粹用resonate 跟一个是用 跟一个是用FPM 但是后面 FPM的背后也是用resonate 的方法 它有两个方法 去产生 最后的convolutional feature map 然后 这边它如果是 简单来讲就是它convolutional 出来之后 哦 这边有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 如果是 如果是那个 如果是那个 纯粹用resonate的话 它ROI出来之后 还会再过一层resonate block 一层就好 然后才开始做后面的regression 跟mask prediction 如果是FPM出来的 ROI出来的结果 过了ROI之后出来的结果 就直接分群 就直接分两条路 一条就是去做classification 跟bounding box regression 另外一条就是做mask 的prediction 然后它这边的mask 你会发现说 怎么只有28乘28乘以80 那是因为它后面可能 还会再做那个 up sampling 还会对应到 圆图pixel的位置 那乘以80 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到这边乘以80 这边也乘以80 它是每一个class 都general一个mask 好 这基本上就是秀一下 一些结果而已 对了 大家去找了 我找到的网页上面的文件 通常都是去看某个Keras的code 但是这篇paper 抱歉 这篇paper的原作者 是Facebook的人 所以它的原来的code 是PiTog去写的 叫detect Trump 对 但是好像大家比较prefertensorflow 所以Google 我还蛮容易Google到tensorflow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常常用tensorflow 跟Keras的关系 对啊 就是你去看大陆那边的 我刚开的那个网页 它 就是csdn上面 它解析code 也是解析Keras contensorflow的code 但是 如果这边有用PiTog的人 可以去download它 作者原版的code 下来用 因为原版就是用PiTog去写的 看它paper的abstract就有了 对 那这边秀一下它的结果 就是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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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做Mask 怎样 对 对 Semantic Segmentation 没错 对 对 同时在做Prediction 跟Semantic Segmentation 对 它其实是 配不上写 配不上写 好像是配不上写 就是 这边出来的其实这边就是在做Semantic Segmentation 它接的这个网络是一个叫FCN的网络 它本来就是一个用来做 那这边的concept其实就是一个叫FCN的网络 就是你convolution出来 过了Fully Connected出来 然后就做Classification 跟BoundingBox regression 对 那这边是它的结果 所以它 因为它有BoundingBox嘛 所以就看到 有Box的位置 就是 就是Box 它 就是它物件侦测的Box的位置 跟 它照上它Mask之后 把那个Instance取出来的结果 对 后面有 后面有 我把那个Paper那部分卡下来 就 可以到上边嘛 就我发现上面说 阿弥陀佛在那边 因为它很多很小的人 或是呢 很异有重点 他这个犯法 有特别 但是 用到小的东西 上门 他感觉很 人啊 他 就讨论一下 我就讨论一下 我就讨论一下 本来就 我记得他有上回讨论到 但是 就是 讲过去而已 因为它其实是 它会这么强 是因为它 每一个Class 都会剩一个Mask出来 对 它那一个Mask 就只会Predict 一个Class 而已 发现一个Class 的Mask 所以 比方说 我给它Train 的Denase 里面有80种Class 它就会产生80个BundingBox 80个 对 80个BundingBox 80个Class 80个Mask 在那边 你会决定 这个Box 要用哪个Class 当然是 你的Classifier 看哪个信心度比较高 再跳出来的 因为你有Classifier 跟 你还是有个Classifier 在那边 所以还是可以决定说 这个Box 应该要是什么东西 对 然后它的Mask 不是混在一起预测的 它是 它是 它最后是 它最后那个Convolutional Network 出来的时候 可能 Depth的部分就是80 比方说 你比它Train的时候 是80个Class 80个Class 它那个最后的Convolutional 出来 还没有Upsampling之前 就是 深度就是80 所以它是 一面 就是一个Mask 但是 为什么这样会很强 抱歉我不知道 对 你讲的应该是像这种问题 对不对 它有跟其他Network去比较 那你发现交界处就挂了 因为我没有用过Yolo 但我不知道你讲的问题 是不是类似这种 对 就是它 这是其他比较的 另外两个Algorithm 然后 之前有读过 抱歉我现在有点忘记了 就是 这两个里面有一个是 就是 Mask是混在一起predict 那我 我有点不太确定 是不是FCI SS++ 这一个 然后发现它 另外其他的演算法 算出来的 在交界处都会 产生错误的prediction 但是 它的不会 应该说不太会 这感觉也是挂掉 所以 所以 它其实在它论文里面 它后面蛮强 蛮强话说 它的这个方法是对的 就是 真的每个class 都做一个Mask 但你的classifier 可以调出来 用到哪一个 嗯 准的 起 哪边啊 你说预测错的这个吗 对啊 这是FCI S 好像是 对好像是 用错误的值去切这样子 嗯 有可能 好 等一下给我几分钟 我再 我再把原来的paper 等一下再来问我 我再把原来的paper 然后再看一下 我确定上面有写 只是我现在忘记了 好 其实它就比较几种不同的 backbone的部分 比较几种不同的算法 它的准确度 然后 嗯 这些AP AP50 跟AP75 啊 因为你原本在算 这边要先讲一下 刚刚忘了讲 就是我们原本在算 那个position 的时候 原本 原本会用IOU去算嘛 IOU在box的时候 是用 交集面积 除以联集面积 那 它这边是predict的mask 所以它是用mask 真正画到的面积去算 对 那个交集是 就是 就是不是 不是它的box跟 labelbox之间的 的 的 的交集面积 而是pixel 真的有画到的位置 的面积去算 对 然后这个 50 75 这个就是 你要做binarize 所以你的信心度 会在某个地方切掉 对 会不太一样 就是它有不同的quiteria 因为你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出来 就算你把upsampling 那个值也不会 刚好是010101 0101 它在binarization之前 还要做一些 做一些条件去切嘛 什么东西 多少以下是1 多少以下是0 多少以上是1 类似像这样 这些是不同条件的切法的结果 对 然后它就像这边就比较说 比方说backbone部分 它就有resonate 跟resonate fpn 那 如果就是 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两种结构 一个是纯粹用resonate 一个是 其实它就是用fpn来做 那 resonate fpn的这个是效果最好的 对 然后 它的这边 好 我看一下 看哦 它的mask 是不是 这边是mask的loss 我想一下 它这边在讲的是说 我理解它这边在讲的这段话的意思应该是说 因为我的mask是 是 是 是分开trend的 所以 我一个mask 到底 是 我这个mask的loss 如果是分开trend的话 它就只有有跟没有的差异 因为 假设我原本给它等一下是有80个class 然后有80个mask 所以应该就是 每一个位置都是 你算出来的mask 这个loss应该是0101的差异 所以是sigmoid 对 然后 如果是 如果不是这样说的话 你可能就是soft max 因为你会有多个类别的那个位置 对 然后它这边就是用来说 如果还用sigmoid去predict的话 结果会比较好 就是一个mask一个mask拆开来做 然后 然后 这边它比较了三种不同的算法 roi warp 这个我不熟 那这是一开始roi pooling 跟roi align 然后 当然就会分 max pooling 跟average pooling 这样子 那不管是哪一个效果 都比roi pooling来得好 那这是什么 C5 这是C5 对 C4跟C5 对 两个 两个的那个backbone不太一样 就是 这边有在convolutional 再往前多走一些 你在loss内不同的位置把它切出来 对 这个就是在往后面 再过一层之后才切出来 我看一下 好 30.9 Able 2C 就是哪一个 这边 我看一下 这个 看起来 没有那么高 30.3跟30.9蠻想像是這兩個差異 走路看一下喔 對那這邊似乎沒有講到這一點 這張表應該是為了再比較一個RIWARP這個 那個是前面那一篇MLC還是MNC的那個方法 MNC的那篇Paper所提出來的方法 他應該是為了Align它所以才用C4這個架構 這個應該是純粹比較Pooling跟Align之間的差異 然後面這個就是他因為我們剛剛前面看到那個MASK 他在Predict的時候是用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走過去 他另外一個做法是他也比較過如果全部都用Fully Connected 會怎樣 那就是接Fully Connected 的的話效果會比較好 Position 會比較高 這邊還有一個比較是 有問題嗎 沒有 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指的應該是 那個 我有點忘記的包線 但是我等一下可以再幫你仔細看一下 他的主要差異是差在 因為你知道最後你算那個MASK的時候 因為他現在的 他這邊 因為我們是在做Object Detection 對吧 所以你會希望算出 你的準確度其實是跟面積相關的 IOU是跟面積相關的 那你原本是一個方形的BOX 方形的BOX就算 你的Label 框跟你預測框之間的交集面積 跟那個就算 對 那現在它現在是算Pixel Label Pixel Label 所以那個交集面積是你Pixel要實際有畫到 還有算 但是問題是你Convolutional出來的Vitual Map 肯定不會是剛好0跟1 他一定要在設計款機率去切嘛對不對 那你有不同的切的條件就會有不同的 那個只是切的條件不同 路美其說那個AP代表的意義就是在 那些上表現下表現在講說他那個 Pixel 他Pixel在變成Binarize MASK在Binarize的時候切的條件的不同 然後這邊就是 這邊就有一個明顯的比較就是這邊這個表格比較重要的地方是 他這邊有一個 就是他這邊的 上面這邊都是FasterRCN 像MASKRCN 你知道其中一個主要的差別就是 他要放ROI Align 然後跟做MASK Prediction 然後這個FasterRCN ROI Align 就是他沒有MASK branch 所以Train的時候沒有MASK的Loss 對 然後基本上 他這邊看到的結果是 MASKRCN的效果是比較好的 就是有MASK branch的狀況之下 就算你FasterRCN 然後裝了ROI Align上去 效果還是沒有比MASKRCN還好 我猜合理的解釋就是他有一個MASK的Loss在那邊算 他多算到MASKLoss去做這個計算 我只能這麼說 另外一個想法就是 你這樣比其實不公平 因為一個演算法只能給你BoundingBox 另外一個演算法給你Pixel Level的面積 對呀 我想一下應該是這樣子 要不然就是他在算的時候 因為你的MASK好像也會給你BoundingBox 你剛剛看到圖上面有BoundingBox 如果它是在同樣的標準的話 那這邊就是在說我加一個MASK的Loss看起來 算起來更準的意思 是 而且你現在是用Pixel去限制它該有的位置 所以你的限制條件其實是變多的 對 沒錯合理的想法是這樣 好 這重點來了 Timing 剛剛有人問的Timing對不對 那個 它有兩種Backbone 一種是Resnet 101 一個是Resnet的 一個是FPN 另外一個是用Resnet C4 都是101層Resnet 但是它在 某一層Resnet的位置 某一層Convolution之後就把它卡出來 跟它用FPN Network兩個去比較 FPN的這一個的架構 它每一次的Inference是195ms 或一張Image 但是你還需要15ms去resize in the output 做Original Resolution 因為你的MASK predict出來是一個小的MASK 你要Upsample 所以你要 你還會再多花一些時間做那個Upsampling的事情 所以 它的速度 這兩個加起來就稍微比0.2秒慢了一點點 那其實沒有很大的impact 看起來沒有 對 然後它這邊用了這個 我已經不認得這顆GPU是什麼了 不知道有沒有人認得 M40 GPU 然後它的training是 那training的部分就 consume比較多資源 它是8個GPU平行下去train 然後 它minibatch是每一張GPU上面放 其實放兩張圖片 所以總共是16張 這邊怎麼要寫 喔 就平均每張GPU會處理到兩張圖片 所以 per per 16image minibatch 然後花 然後要trainresnet 要trainfpn的那個架構要花44小時 這邊還有最後的部分它還多做了一個點 就是 剛剛只有畫pixel 我現在要偵測人的姿勢 他就 他paper上面我有看過他沒有講得很清楚 但是 他沒有講過說他的 沒有講得很清楚的地方是 我不知道他的 這個跟pixel是 我先講他是怎麼做到姿勢偵測的 姿勢偵測就是 比方說 這個人他有肩膀兩個位置 應該畫兩個點 然後這裡有個脖子 脖子或頭應該畫一個點 然後這個可能是屬西部的位置畫一個點 胖部的位置畫兩個點 類似像這樣 所以 所以姿勢偵測就是 他把人身上幾個位置 畫成 K個位置 K個狀的位置 畫成K個點 然後 我剛剛 預測的時候 我的mask 會把一個區域畫出來 現在他的mask 你label的mask 裡面只會有一個是1 其他都是0 你丟給他的label 就是 比方說 我給他預測左邊肩膀 我給他預測右邊肩膀 那 左邊肩膀的答案就是 他給的那個mask 就是 只有 這個地方被點一個pixel是1 其他都是0 右邊肩膀的答案就是 這邊給他一個pixel是1 他都是0 這樣方式去做 去train那個network 所以他那邊講說 Original Max 會變成是一個 是一個 Binary Mask 他用的跟原來一樣的概念 是Binary Mask 但是呢 只會有一個點 是1 就算代表 那個keypoint的那個點 或是1而已 然後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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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s是 Cross Entropy Cross Entropy Over Cross Entropy 整張feature map 這樣子 嗯 對 Taper最後寫了 然後感謝你 剛剛是有 這地方我突然間發現有個怪怪的 他這邊是Soft Max 我再回去想一下 Soft Max 應該是多一個分類 但他看起來是1Hot 應該只有一個是 對 對 對對對 按平方位 Soft Max 所以他 每個點 他會 他會有幾個class 那個class就是左邊肩膀右邊肩膀這樣子 就下去了 對 他 Paper上面 因為這是最後才講 他沒有 清楚講說如果是Predict出來 他再怎麼去取出那個點的位置 也許他是取整個feature map的最大值的位置 或是怎樣 我不知道 但是 我確定的是 這Paper上面寫的就是 你的 他說他做知識偵測就是 跟原來的概念是一樣 所以原來是塗給他一個位置 現在是塗給他一個點 然後預測出來 也應該只有一個點 因為看起來 他上面畫的都是一個一個點 然後這是點跟點之間的連線 應該只有 就是他只會預測一個點一個點 那樣子預測出來 你那個 就是你的 因為你 對 mask 沒錯 mxm的mask 單點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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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啊 沒錯 你可以這麼想 就是mask 但是這個mask 只做一點的預測而已 對對對 多點 對 單點預測 單點預測 嗯 又換標籤 我覺得是 他撿 這就是我剛剛覺得就是 我其實這邊沒有完全讀懂的地方 你如果換標籤代表你classifier那邊的標籤也是換掉了 你classifier跟下面的那個是對應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這張圖跑出來的時候是不是有realtime 他勸了兩個network然後同時跑這樣 對吧 但是你這樣就是同時predict出來再把他疊在一起嘛 你的意思是這樣 對啊 但這樣速度就更慢了 他應該只是秀說他可以做到這件事情而已 我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 mask的意義不一樣 你的classifier的意義應該也要不一樣 不然你前面那個東西就沒有意義了 OK 我原本 他原本做instance segmentation的時候 我說過他會有個classifier 你可以知道這個box裡面應該要是什麼物件 但是你每一個class 都會給他一個mask 所以你最後是挑出一張來用 對吧 根據你的classifier給你的結果 但是我現在的mask是用來偵測左邊肩膀右邊肩膀 那代表的class就不一樣 我覺得是這樣子 為什麼要趕著會接 另外 他用這個 這個 其他的全部器材會接的用途是 其他的全部器材會接的用途是 喔 Mask Mask 就只需要 Mask 內容就是只需要 就是跟原圖一樣大的一個 Mask 然後下面就01 0101 這樣子 這樣 那只是看你1的位置要塗什麼顏色 塗起來就是像這樣子 那你剛剛那個灰接那個應該 我猜應該指他的某種處理的方法 或是什麼 我相信 或者是你的mask 其實你剛剛所謂的灰接是 你最後 你最後他predict出來的mask 就像我剛剛講的還沒做binarize之前 一定是 一堆灰接數字 但是因為我的卡點 我的浮點數大於多少是1 小於多少是0 我還想一下灰接會不會是那個東西 然後可以討論一下 對 這邊是他 算是有點炫技這樣子 好 這邊pip到這裡就讀完了 所以 有什麼問題 你剛剛有提到說 用81s 我會簡單講細節說 這是最後是怎麼接的 你意思是說 他除了每一個點 Pse Bisco位置 Y 然後每一個他還多了一個 80格 看說 他是哪一個 類別 不是 你說這裡嗎 這件事 這裡 這裡嗎 你剛剛有說 他用80從內心 我想說的只是 我想說的只是說 我想說的不是80個mask去預測 最後predict出來會給你80個mask的結果 這80個mask是 對應 假設我原本給它data say 裡面有80類 那我就會產生出 我train完這個network 然後開始做inference mask的部分每次輸出就是80張 一個類別有一張 但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它應該只會有 這個box這個位置 裡面 應該只會有一個東西 假設 講起來這個box裡面只有一個東西 那這一個東西 這一個東西 可是我給了80張mask 這80張mask裡面其實只有一張是有用的 我給他一個方 我這邊有classifier box regression 跟mask 看整張圖是這樣子對不對 所以我會輸出三個東西嘛 那classifier就是 假設我給他的全靈的image裡面 這個box裡面 假設我給他一堆全靈image 然後裡面標了一堆box 但總共有80個分類 所以我現在 region of roi 出來 然後經過class 經過classifier 它應該是選擇80個分類裡面某一個 對吧 然後box的位置大概在哪裡 所以 或者box的位置 但是我希望能夠詳細的標到裡面 把pixel的位置都標出來 然後它的意思是說 我的 我做mask的部分 會一口氣丟80張給你 反正我這個 我想說我一邊有80個類 有80張給你 但是 我畫出這個框框 代表這框框裡面應該只有 這80類的其中一類是有用的 所以我給你80張mask 但其中只有一張是有用的 就是跟那一個 分類相對應的那一張mask 是有用的 但它一次predue 80張 對 但是你的mask就是 一個channel就是一個mask 然後它會做 然後它怎麼知道要選 那你有classify啊 所以用的classify 你的80個應該 應該會 大概80個 我的理解啦 上面寫得很詳細 但是80個channel應該對應到你的80個class 至少在做標準答案 至少在做標準答案的時候應該是這樣做的 你需要的內容 你需要的內容 所以我的全部出來是 說哪一個 channel是 跟這class比較 比較 那一個 你的classify也會告訴你 你的classify 你的classify也會告訴你 我這個放進box裡面應該是什麼class 對 那我一口氣送了80張mask出來 只會有一張是可以用的 對 他應該是可以設定的 不一定是 你的所謂不一定是一張是指什麼 他有可能從編入獎害自己的 那他就會在另外一個bombbox裡面 你不是說過ROI 然後生出一堆box出來 沒有沒有你會過region proposal 對對對對對 然後他可能有好處bombbox在跑 對對對 前面就是這張圖應該就這意思吧 雖然有重疊 但他其實都有box的位置不是嗎 你的紅色一定包在某個box裡面 藍色也包在某個box裡面 雖然有些東西疊過了 但他其實都在另外一個box裡面 你這個是 看起來是這樣的意思 是塗太小張了 好吧那有點疊到沒關係 應該看得出來吧 這個行李箱 看起來是疊在一起 這個行李箱有box 但是因為我沒有實際跑過call 所以我這邊有一點不太確定的是那個 我這邊我承認我自己不太確定的是那個mask 到最後它是張成整張圖 還是張成那個box的大小 才是張成整張pixel 整張picture啊 比較合理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個box花在某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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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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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我看錯沒有 這個box 好像上面 sorry sorry 我回去再確認一下 就是它的mask是作用 最後upsampling之後 是resize成整張圖或是box的大小 所以就是這樣 簡單來講我的理解就是 每一個region of interest 只會想生一個class 一個bounding box 跟box這張mask 但是mask只有一張是可以用的 然後Paper裡面很標榜說 它這樣的準確度比較高 就是分開predictor mask 它用一個叫做coco de la c 80個 裡面的物件class總共有80種 所以就是為什麼看到那個圖上面寫80 channel是80個channel 因為dataset就是80種 它用的dataset啦 至少是它用的dataset 有80種物件在裡面 Facebook吧 應該想辦法找人標就好 應該想辦法找人標就好 Facebook吧 這個詞有沒有聽過 對 然後loss是三個的loss加在一起 各自有一個loss再把它加在一起 所以這等於是說 我這後面的東西 monet test 但是share前面某一層 同樣出來的feature 然後往後走 這樣子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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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前面學得比較好是什麼意思?我整個網路在train的時候 因為我multi-task去train,所以前面會學得比較好 你的意思是說我的loss比較強,因為我的限制條件比較多,類似這種概念 我是說是因為後面我給他的條件限制比較嚴格的關係 所以他其實就是一個multi-task,只是再加了一個mask-task在後面 還有什麼問題嗎? 要講他的loss這個,超殘數他什麼? 超殘數,你只... 那他multi-task,他的loss一定是有個超殘數去被權重 對,他整篇favor都沒有loss function 所以有點機車,對,只好到處掃這樣子 我其實本來想看他的code,但實在太長了 就算是Keras的版本都有2000多行 這個東西很麻煩,對 所以我其實... 本來應該今天之前要看完,但其實抱歉沒有時間看那個code 但是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已經大概有兩三個blog是人家已經幫你把那個... 就是很長的一篇文章,已經把那個code都拆解好給你了 大家可以其實試著回去了解一下他怎麼做的 中間有些地方用tensorflow backend去動啊 然後這樣全部加起來還是有2000多行啊 這個啊 這個,你打... 你拿MAX卡CNN直接跳出來的那個就是啊 這個啊 這個就是我說 這個... 這個Matterport好像是一間公司吧 我稍微踩上一間公司,然後你頂進他MRCNN的... model 還不是parallel的model就好了 你一看就是 嗯,看他load這麼久就知道他很大 很好,就是這樣繼續滑下去,繼續滑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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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下去 這個真的要... 這真的要人家幫你猜一下code才能在很短的時間內看嗎 哦 哦,對不起不是2000多行,是快3000行 對,很抱歉這個 如果真的看完code我跑過一點東西再來分享一下 對 嗯,哦,對對對 哦,對啦 不過他有些方法也蠻長的 可能要再研究一下 然後他原本的paper是 原本的paper會給你另外一個 原本的paper會給你另外一個repository 就直接連到一個叫做detectron的project Facebook的project 就是問你去看他原本的paper 原本就會有github repository給你 用pytosh的人就直接去看那個了 好,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 好,你有什麼問題可以先結我一下 關掉 關掉嗎 關掉哪一個 不可以 可以,哦,好,等我一下 關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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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